内容再打印文件 我们趁着这个空档录一下 稍微有点噪音 再说对友情 跟爱情的付出吧 我们 很多人说 拿什么考量这个东西 其实 真正的是应该说 心 用了多少心 这个东西又很难量化 人心也敢秤嘛 就是你很有钱 但是不怎么用心 随便一点钱 就打发了 对别人来说可能很重要 但是对你这边的衡量 其实也没付出多少 问题就在这 那你没钱的时候 那钱就很值钱 现在都说钱钱钱 我们主要的还是拿 钱来说事吧 曾经 帮过很多人 应该不下十个吧 我们 还有记忆的呢 比如说 上大学开始吧 因为以前也没什么钱嘛 本来上大学 也很集聚 穷养儿子 我家对我真的是很穷 上大学生活费就三四百 那 然后 还结一错十 那平均到每天 也就十块钱了 但是吃饭 一天大概也就花个 七块钱 反正很省了 省下来一些呢 还 这个 买移动硬盘呢 出去玩都不舍的 所以很多西安 那个过程都没有过 还要去清国典学 这个做很多兼职嘛 那时候前面好像提到了 就是 有一个社友 他更穷 上那个 这种 民办的学校呢 就 学费比较高 然后 嗯 就吃饭呢 可能 就一天 本来三顿 就变成两顿 然后 这个 怎么样吧 就看得很不容易 也帮他了一些 甚至 帮了 大概半年到一年吧 我也都记不得了 但事后呢 这个人也没有 怎么感谢你 就后来才联络上 说 想借点什么 也没有 实际上呢 有很多人都是这样 进不起考验 你足够敏感的话 足够灵光的话 应该从西之末节 能看得到 那个时候 也没太注意 那就过去了 然后第二例呢 就是 差不多 社友吧 同学 这个 买电脑 提前周转 但是 那一年 就很快 他就一点一点 还你生活费 那种 没有就管他要 反正搞的这种形式 好像一看也不对劲 然后 反正那时候也没管那么多 心大一点 到最后呢 人都毕业了也没还情 然后 后来很久之后 遇到困难了 到处想 甚至 那个时候 一百块钱电话费 我居然找了三十个 同学啊 朋友都没有什么理我 有的还说你 骗了这个那个 我说那打电话 能确认一下吗 这个东西 搞得很尴尬 所以 哎呀 有些人他真的是 没法说 在最难的时候 那么这个呢 就是 还算好的 就 还差你多少 我记得大概 那还有五六百 反正 说不定说少了 但是 也就那样了 就算了了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 不过他还 道歉 还 算很好的了 那么 后来呢 就 毕业了吧 我们先说 有钱的这些东西吧 来往 做坚持 认识 知道内心人呢 很多都是很不容易 那也有很讲究的 也有一股气的 但是很多 尤其一些社会人 很要面子 这方面很好 但是确实是过度了 过了人之所需 那是虚荣的资源 所以就会